你家清早的,让人一顿数落 就因为我昨天发了个视频 今早上五块钱给我打电话 说我,别骑了 我开房车去拉上你得了 受着罪干啥 玩人家了也给我打电话 说我,行了吗 你在骑这辆车也玩了这么长时间了 说是,乐会儿乐会儿得了呗 别骑了 说我,你不知道你那个腿的毛病吗 一个是怕累,最主要就是怕凉 你这骑车本来就累,就是个体力活儿 天气再一凉 你晚上再在外边收个帐篷 你说你那个腿能不犯病 用不了几天就得疼得嗷嗷的 玩两天自己个新鲜新鲜乐乐乐就得了呗 你家里都放着车你都不开 房车也有,小车也有 你非得骑个二轮的 四轮的不开非得骑两轮受那个罪 你说我,你真是闲的 赶紧的吧,别跟路上浪费时间了 去干正事,赶紧的去抓点货 回来,下半年店里就开始忙了 你别跟路上瞎晃悠了 人说啥 你这一路上走,你万一把腿带走坏了 骑车,闹上个毛病 你等你老了,是不是你自己受罪 啊,俺们谁也不能替你 你这年轻啊,你觉得行 你等上了年龄,你试试你那个腿 你到时候怎么办,不你自己遭罪吗 累出个病,这是跟着你一辈子的事 快别骑了 我也没管他们 聊完了挂了电话 我就接着走了 这段路上这个大车是真多呀 夹在俩车中间,我都不敢骑了 我只能推着走了 鲁安州劲儿,咱到鲁安州了 鲁安州市 走吧,咱接着骑 现在已经11点了 快到中午了 再骑一会儿,找地方做饭吃 这一段路上没啥看的 也没啥风景 全是大货车 乌乌的 这一段路上没啥